唉,真倒霉,又要背堂诗 每次都背不起来,好难受 怎么了,大老远就听到你在叹气 对呀,都是我们老师啊 今天的作业叫我们背堂诗 那你们老师叫你们背哪一首啊 就是过顾人装 嗯,这首诗是长了点 就让我们到客厅比聊聊 说不定经过我的解说你会更好背哦 OK,没问题 要背一首诗之前 你要先了解诗的作者是谁 内容在说什么 原来是这样啊 等等我想想 作者是孟浩兰 而上面写的是在孟浩兰去拜访 有人的过程所看到的,感受到的 因为作者跟有人感情深厚 于是并约好在重阳节那天还要一起欣赏菊花 是的,首先是一二句的大意是在说有人准备好酒菜,邀请他到访 真的耶 对啊,接着三四句则是在描述写农村的风景,例如萌蜜的绿树跟城外苍翠的青山 嗯,那五六句呢 五六句是在说他们面对外面的赛鼓场和稻田,举杯队影,非常开心 最后两句则是在描述他们约好重阳节那天要一起欣赏菊花 哇,姐,你好厉害哦 呵呵,开玩笑,我的知识可多了 佩服佩服,好像说着说着我就背起来了 真的吗,背来听听 故人聚基属,邀我治田家 玉树春边河,青山郭外侠 开庭面长谱,把酒画桑麻 带到重阳日,还来救菊花 哇,好棒哦,真不愧是我的弟弟 耶,我被夸奖了,好开心 真拿你没办法 呵呵,唉,怎么了,不开心吗 不是啦,现在的年轻人都很少背唐诗 因为他们认为只要求背诵诗无意义的学习 是啊,但其实古诗词都是古人留下来的 并不是他们所说的无意义 只是他们没用对方法 所以才会这么说 所以我们应该要善用方法发现古诗词的乐趣 对啊,最后想告诉大家 善用方法增进知识 要记得哦 哦 怎么办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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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